大家好,我是小村 今天给大家讲智利铜矿铁矿国有化纪念潮 这章是在1971年为了庆祝国家重要资源 铜矿铁矿国有化的完成 智利中央银行发行的面额为500B锁的纪念潮 尺寸为145×70毫米 1971年智利宪法修正案通过 其中规定矿产资源应当掌握在智利人手上 标志着这三样矿产国有化法律依据的确立 而在该法案通过的这一天 1971年7月16日被称为国家尊严日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片面设计 正面的主图为矿工及矿区的厂房 象征着智利广大以采矿为业的劳动者 这是智利中央银行至今唯一一次使用一般人民作为票面钞票的主角 在这之前出现在钞票上的人物都是著名的革命家 政治家或者文学家的 从这方面来说 可以说是阿联德政府依靠劳动人民起家 对于一般民众的具体回馈 然后正面下方以西班牙文书写着 1971年同矿铁矿即消失国有化 就是纪念该年的矿产国有化宪法修正案 即将铜钢铁消失等重要工业部门的 全部本国垄断资源和外国资源 以及银行的90%实行的国有化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背面 背面主图为智利的丘吉卡拉玛塔铜矿 然后位于智利卡拉玛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铜矿 1952年建造了浮选和冶炼设施 1968年扩产至年产量50万吨铜 在铜矿国有化后该矿厂归智利国营铜矿公司所有 然后左侧为智利国徽 采用于1834年为欧洲形成的顿徽 然后在背面最下方的文字为智利第十一任总统 河赛·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在1889年6月1日 对国会演说时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绝对这篇广毛富饶的区域被转换成一个简单的外国工厂 意思是说我们绝不能坐视这篇广毛富饶的区域被转换成一个简单的外国工厂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